屏東工業區的一處烘焙食品廠 在日前有合作廠商的送貨司機 側錄下這段畫面 這部工廠竟然是在廁所旁邊製作餐點 而旁邊的烤盤上也全都是蒼蠅 他們製作的麵包甚至會送往 連鎖大賣廠來販售 食安衛生遭到質疑 而對此工廠主管也出面澄清 表示廁所旁邊烤的是要給雞豬畜生吃的雜糧 實際的烘焙作業區是一個完全單獨 並且是密閉空間 全都是誤會一場 烘焙工廠裡烤箱正在運作 一旁還有工廠人員顧著 看似正常但往左邊走竟然是南側 地上還有抽過的煙蒂 靠近烤盤上面黑色一點一點 仔細看全是蒼蠅 日前有合作廠商的送貨司機 側錄影片 說屏東工業區的一間烘焙食品廠 不僅在廁所旁製作餐點 餐盤上還有蟲子 而這間工廠製作完成的麵包 都將送往連鎖大賣場販售 食安衛生實在令人堪憂 是一個誤會 因為我們生產工廠是密閉的 它那個是我們廚餌不要的東西 回收的那個商家 要我們把它稍微磨平 稍微給它烤一下 很多桶就是送回去給雞吃的 面對指控工廠主管出面澄清 原來廁所旁的烤箱烤的是廚餘廢料 都是要給寄住生畜吃的糧食 真正的烘焙區域還要往裡面走 是完全單獨的作業空間 全是誤會一場 不過接受民眾反應 衛生局也不敢大意前往稽查 影片中的烤箱被用於烘焙餐點 並以張貼禁止使用標語 令現場未發現違反食品良好衛生規範 準則規定之情勢 據了解若是作業場所 沒有實施衛生管理 最高可除兩億元八關 目前確定這處烘焙食品廠符合規範 也總算消除食安疑慮 米平爭議